对于喜欢吸烟的人群来说,对于烟草的喜爱,可以说是爱不是口,对于不喜欢吸烟的人群,闻到烟味就会觉得十分的呛,甚至是不舒服。 而不管你是吸烟的人群,还是属于被动吸烟的人群,都要比没有吸烟环境的人群,患上肺癌的概率要大。 另外,吸烟不仅仅是发生肺癌的危险因素,相关的研究上证明,吸烟还会导致其他癌症的发生,出口腔癌,迟道癌,膀胱癌,一线癌,喉癌等等,吸烟可谓是多方面的杀手。 因此,对于经常吸烟的人群,如果你身体出现以下这几种症状,或者是某些异常的时候,真的需要你去考虑戒烟这件事了,避免更严重的事情发生。 经常吸烟的人群出现长时间的咳嗦。咳嗦虽然是一种呼吸道疾病当中非常常见的症状,但大家也不能因此去小看它。 因为小的咳嗦,且长时间的咳嗦,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,如感冒等,那么就要注意了。 中医,尚认为肺主呼吸,当肺部出现问题的时候,我们的呼吸不仅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,同时还会增加咳嗦的发生概率。 特别是对于经常吸烟的人群,对肺部的伤害也是慢慢进行的。 如果你有这种症状,就早做打算,及时地去正规的医院检查一下。 另外,对于吸烟的人群,还有一个保护肺部的好办法,就是需要大家每半年的时候,去正规的体检部门检查自己的肺部健康情况。 这样也可以预防肺癌的发生,经常吸烟的人群出现呼吸困难,上面也提到过,肺跟呼吸有很密切的关系。 当我们呼吸出现问题,如呼吸困难,很可能就是肺中出现恶性肿瘤,或者是已经影响到了呼吸,肺中没有充足的氧气可以供给的时候,往往就会出现这种现象。 如果你有这种症状,就一定要重视起来,赶紧去医院做个相关的检查吧。 经常吸烟的人群出现咳血丝,咳嗽已经是一种肺癌的早期症状了。 如果是长时间的咳嗽,且般有着血丝的话,那么也可能是在说明你的支气管中已经出现了恶性的肿瘤,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肺部的生理功能。 所以,生活中的你们,不管是出现一种还是群有,那么都要注意身体健康,因为长时间的吸烟已经在急速地破坏你的健康了,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烟。 研究上发现,不管是对于抽了多长时间的人群,即使是时间在长,如果戒烟成功了,那么身体也会减少一些危害,哪怕是多久戒烟都是你唯一的选择。 各位朋友,你喜欢吸烟吗? 如果你吸烟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吸烟,你会让他去戒烟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